我們家以前上海媽媽們的習慣 是皮包裡面 永遠都有一疊紅包 我們香港人也是 好像就永遠 隨時要備戰的那種 就是妳一回家說 弟弟考第一名 馬上就塞錢說 這個給妳 然後一個媽媽給了 另外幾個阿姨就就說 好乖 妳就一直給妳 那妳... 那這個比媽媽給了 難道我媽媽就坐在那邊不動嗎 當然要給啊 你們上海人全部很塞 所以有紅包就叫你水 好可憐 不是